比田井天来和重建南利研究的一个石火 我们在这页里看到一些黄点,这些是金点 这些金点,反而红点不太清楚 这里看到多些红点 这里更清楚,长金 这种记号一共有350个 妙字这个欧笔,为什么断了之后再弃起呢? 这个洞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破风呢? 究竟是否清底清得不够,还是怎样呢? 原来法国不是清底清得不够 先前黑碑的人,或者我们黑铜张石 以为清底刮得不够,不够空 于是印了它出来,其实它不是 它是着意留在这个黑色的地方 不去铲底的 因为原本的增迹就是破风来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破风呢? 我们就稍后会讲到它所用的毛笔的特性 这篇就是它在第六届中国书法史论 国际研讨会发给个论文 我觉得那一年是很有效率 因为研讨会完之后,跟着论文就出 跟着《难塔善教罪》那两本碑帖也都出 是配合得很好的 这一个效率是从来在中国大陆书法研讨会里面是没有的 很多时候你要等个研讨会过了之后 论文集才出现 这是我们刚才看的一包两冊的《难塔善教罪》和《罪记》两本碑帖 这两本碑帖实际上是印得很好的 我认为每个人喜欢住寺梁书法的都值得买一套 国内是热卖的,卖到断市的 甚至有些人买完之后,写一些案语回来 都大赞这位《方金教授》 说他这本书出得好,也整理得很好 他这本碑帖是分开两边揭的 因为文字一方面固然是左行和右行 另一方面,揭的时候 如果你将它好像以前的碑帖 例如《小凤来角》那本 就是一本过的 它其实将它剪下来,重新移过位 这个就不是了 这个左帖和右帖是分开了 跟着是右行和左行来做 这个是出版的年份 它这里写《方金大文和方金字整理》 实际上这本帖呢 逐个塔本和逐个碑字对照 他们做了很多功夫 这个就是论文 它用来做代罪来印出 方金教授说 他说其实印研大都是看得不够清楚的 他本来希望出版社能够将石盘放大来印 但可惜限件物力的时候做不到 但是在座当中我们有朋友很难得 就是将它这些石影馆 是输入了电脑里面 再重新写出来 去自己欣赏和自己立功 那这个是很好用的 这个 但是这里当年会费很多功夫 最后就是中书令神处是良书 那这个是在永辉四年的时候 是十月的时候建的 下一个罪记碑就在十二月 十二月它升了班 那这里就是方金先生 就是所谓放大的印刷品 这个放大都不去到A4 但是看得清楚很多 这个妙字原来是这样走出来的 那先头我们看过妙字 看不得那么精细的 原来这一点一剔 是离开了原来的处环境 这个符字 这个踢钩是开叉笔 直接像那些笔剪刀般贾叉的 当你看到那么细致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以前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看得那么清楚 这些地方都是破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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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地方最巧妙的是这个纳笔 这个纳笔的黑者 其实不是用两刀过的 我们以为一刀两刀 两刀过就是清空中间的底 它这个地方好像用版画里面的非塵法 来去做一些中间的色调的效果 就是做一个层次的效果出来 这个德字就是所谓的循环笔 印字这些地方出现了一些断笔 不过这里才有趣 出现了一点点点的碎点 这些碎点如果我们不经意的话 就以为是一个破烂的痕迹 光字这个是断笔 如果单纯在这里 我们就会觉得 是方金先生所说的保笔不求你了 没有理由光字先写到这一笔 发觉不够长 才再断这个上去 就是不会了 不会了 不会差那么远了 我永远的开策笔 正字也是 这一点里面 是两点变成一点的 两点之间 其实是分开了 那这类的现象呢 在烂塔性价罪和罪记里面 在一个石碗里面有1400个 这个你说令人令人震惊呢 那这个呢 是方金教授做一个统计表 它有些字呢 是修正一次 有些字呢 是修正到五次那么多 这一共有五个 那我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机会呢 买到这本字给大家看呢 就开心了 那他就说修正的原因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话呢 是要将行书的书封改造看书 亦都说是经过改过来改造 是一个改造 那这个是《罪记碑》 这本是《下冊》 下冊的《罪记碑》 由这本读过去的了 《索十日》 《丁海》 《念》 《皇帝在春宫日》 《祭此文》 《皇帝在春宫日》 《祭此文》 《皇帝在春宫日》 《祭此文》 《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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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很精彩的一個石刻和塔管的對峙 側致這個點片 直接離開了才是這一筆 我們現在這樣對比來看 就是見到一個痕跡在這個地方 見到這些痕跡 當然這一個圓圈不是的 這個是作崩嵐的地方 這個是崩嵐的地方 分治這一點的微妙的地方 一按下去再提筆 再頓筆 再來封峰 這個直接可以見到柱Sir寫的時候 它的行筆動作可以見到 這個地方 之筆一搓進去 一轉筆 風在底下的地方 上面是有一些微微的側峰的地方 再見到有提案進行收筆 這些地方的入峰 如果大家寫過《欣符經》 你會見到這個入峰 《欣符經》就是學習的地方 這些題外 也都是《欣符經》所學的 所以我們說這本字條 是柱Sir良不法的金針 你經過它之後 你對柱的理解 你會是多了很多很多 我們說這個發現 不是由方金先生開始先的 原來1999年的時候 台灣一個學者黃宗義先生 寫這本書 就已經是發現到這些筆 那我這本書很遲才買到 但是覺得有參考的價值 那裡面其中有幾條 都講到這些破峰 或者跳筆的地方 那它就說呢 它說裡面有很多破峰 軟筆、跳筆的現象 它有些字好像 覆筆寶寫 如覆筆寶寫 在太書用筆法中記為首件 在司法史上 幾乎對事物 不可思議的現象 那由於它認為是不可思議 因此它沒有帶領一個方法 就說如果你要學習的時候 你怎麼學呢 它猜不到的 它想不到它是怎樣寫出來的 但是見到它的現象是這樣的 那另外一個日本學者 他就寫了一本這樣的書 這本書我去年才在日本買到的 它是樂在林書的書 它一共有好幾筆 那其中這筆呢 是由海野、唐山先生編的 《注水良萬合善教》的書 那裡面是有幾章 是講到這些特殊不白的 它都用二重線 還有是點畫的 搖曳的效果 來解釋 處理的一些特殊不白 他認為這些不白 是令到林書者感到困惑的 那既然感到困惑 那究竟怎樣臨才算呢 最後呢 海野、唐山先生就說 他說你照整體效果去臨 他說你要求整體效果 不要要求那些特殊細節的地方 他得出的見論就是這樣 那我很多謝這個朋友 張麗謹小姐 她日文很好 她幫我做個翻譯 這些就是她照整體效果 臨武做出來的版本 我們看到她很著意 她臨出這個四節 是落了之後再重新起點 但是其實 處理的筆不是這樣 那無形這些呢 她要長那一撇 她不要短那一撇 她認為短那一撇 是可能搞錯了 那無這個地方 她要求她長的 那我們呢 不是說不同意她們的意見 而是說 因為當你對那個不法 不夠充分理解的話 你不知所從 那這就是她的搖曳的效果 這個疑字啊 包括陰藥的包字 它都用來一個搖曳的效果 這個是的 搖曳的效果是說得對的 一會兒我們再看下去 你就知道 可以最後搖到怎樣搖 但是我們寫字的時候 怎樣搖呢 那這個地方呢 就要跟那個工具有關 你如果不是用慣那支好的筆呢 你搖都搖不到的 如果你用對那種筆的話 你一搖就搖到那個效果了 那這個是她2003年出第一版 2009年的時候呢 出第三次印刷 那我由於受到這個的啟示 於是我去追索一下她 那先先由柱碑裡面的中年作品追 45歲的作品柱碑 這叫佛坑碑 這個碑呢 是舊時沈文樂先生最推薦的 他認為呢 教初學者呢 就是學柱最好 而學柱呢 最容易入手呢 就是學伊捷佛坑碑 可塑性又大 將來的發展也好 那我在這邊呢 來看看她了 那伊捷佛坑碑在哪個地方呢 原來在龍門石窟的 但它不是在石窟裡面 它在石窟的門口 它是一個摩埃的 就是削平一塊石 就在我裡面呢 寫完就黑了 那這個是真的可以摸到的 我去摩角 那是一個很好的大字 來的 初唐的碑黑呢 那字很少這麼大 這句法庞碑的字呢 是比較佛世南的 《夫子妙頭碑》 或者比較全部歐陽春的碑黑呢 全部個字都大碑的 那因之有人說它有北朝的書封 那但是呢 經過細心逐個字來看 看幾次都找不到一些特殊的筆碑 因為它有無形兩個字 所以我又特意拍無形兩個字 給大家看看 那跟著就是下一年 《夫子妙頭碑》寫的《孟發思碑》 《孟發思碑》的字呢 比較細一些 但是《夫子妙頭碑》是一個好的作品來的 它裡面呢 是將北朝和唐代的書封融為一 我一個長輩 程瑟康教授呢 是很推薦的 他認為呢 寫完了《孟發思碑》 才知道處那個偉大的地方在哪裡 他就說它是融合南北 那我們一看《孟發思碑》 《孟發思碑》裡面有些牽絲的筆 台灣學者黃宗義先生呢 認為《孟發思碑》呢 都可能是萬民曉黑的 但是在這個碑裡面呢 很可惜沒有記載在這裡 而這個碑呢 現在流行至一個孤本 全世界只有一個孤本 就在日本 就是以前清代的臨村四保 也都沒有一些特殊的筆劃現象 那接著呢 我去看《房元寧碑》 《房元寧碑》呢 是主書的一個晚期的作品 僅僅早過萬合剩下了一年而已 但是一看這個碑呢 看一兩頁呢 即時就見到一些特殊的筆劃了 那這一頁是第一頁 接著這頁第二頁呢 已經見到了 已經我找到三個了 那我將找到那些呢 暗暗記錄了一距 那我將找到那些呢 那些暗記錄了一距 這個地方是一個開叉筆 這些這麼細微的地方 以前呢 我們視若無睹的 但是經過難合善鬥罪 那個訓練的時候呢 我們敏感了 知道那些是開叉筆 再看下去呢 我們見得更多些了 它制住這個地方 兩個分叉 它隨著這個開叉筆 這個開叉筆 這個開叉筆 都很清楚了 其實這些開叉現象呢 黃宗義先生都見到一些的 他都見到幾個字是這樣的 我們再留心看的時候呢 見得多很多很多 那個也像這個 這個開叉筆 是很有趣的 這個 但是為什麼黑手 願意要特意 刻出來呢 這裡的開叉筆 這裡裡面的石巾 裡面呢 叫做石巾 我們不要以為它不清底 其實這裡是一個破風 這裡的地方是一個破風 這裡的地方是一個破風 因為它不會那麼弱 在一個地方 這裡的破風就很明顯了 這個爛的字呢 都見到一個圍字的開叉筆 破風 三百兩個字了 那三字的第二畫呢 都見到一個破風入筆 那八字那裡都見到一些斷筆 那看完了全世的儲食糧的悲剋之後呢 那學儲食糧學得最似 又被認為學得最好的 在唐代人叫做呢 是買儲得蝕 不失其節 他說如果你買儲食糧的真積 你不小心得錯了蝕跡的呢 你都叫做不失其節 你都不會施蝕很多 即是說呢 儲食糧呢 那個的系部隊呢 就是蝕跡 蝕跡呢 可以足以亂爭的可以 那所以我先看看呢 是信行禪師悲 因為當時呢 還沒有想到呢 是先看蝕耀的東西 那我們看了蝕跡的信行禪師悲呢 這類的特殊筆劃呢 是更加多了 那我來舉一些例子 這個啟字中間 無緣無故多了一筆 多了一環 這個其實就是異童線了 對 這種異童線呢 在這個悲刻裏面呢 很少的 這些可以是異童線的 這些可以是破風的地方 還有這個納筆很多扭令 而通常都不是很精整的 這個喜字無緣無故多了一個撇的點 這個按字中間的點 裡面又多了另一個點 又多了一個點筆 這個抑字這些地方都是二重線 這個名字就是 這些地方裡面多了一些碎點 連一字上去 其實就是它踢上來 它吊著一張紙 再點這兩點 所以連這點裡面 黑膏裡面都黑了出來 這個利字是一個很特別的字 我看到這個利字的時候 我就全部明白了 因為在銀河性格罪 也都有這種的寫法 即是說這個筆是分成兩篇來做的 一會兒我們會看到那幅圖 蝕要本來是蝕跡的唐兄 蝕要叫處世良叫他做口公 是他口公 因此更加是一脈相似 蝕跡反而年輕的那麼多 蝕跡沒有機會親戚處世良 蝕要可能十多歲的時候 或者會見處世良都未適 我們看看蝕要的書風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他夏日遊石宗詩 這個石宗詩就是武則天找到整班大神 去到石宗的地方遊覽 一路喝酒副詩 就叫蝕要將那些詩都寫出來 這個就是夏日遊石宗詩的本義文 我們發覺他的寫法有些像宋徽宗受金體 有人說宋徽宗受金體不是學處的 其實是學蝕要的 那應該更加迫遲一些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陣陣陣的筆 剛才我包著的筆 在這個頂子這裡有寫 還有這些破風很明顯 這些都是破風 這些都是平常線的 這兩個字都是破風的 大家會發覺凡親落寵筆的地方就是破風 那你猜絲毛筆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絲毛筆有什麼問題呢 凡親落寵筆它就開差 一筆它就開差 那筆毛夠還是不夠呢 你說得是 那筆毛可能不夠 那筆毛不夠 所以它是筆毛很小的筆 但是我們有奇怪 我看到一些這麼尖峰的地方 這麼尖峰的破風 這些是二常線的多了筆 這些一辣筆它就自然這樣脹開了 這個黑手呢 黑手呢 其實不夠萬人潮這麼好的 它將它脹迫了上去上面 這些都是破風的 但是很難得 這個都是清傳的塔款來的 仍然保留這麼多行筆的特徵呢 這個已經是很感激的了 那這裡有些懸藝的線條 這裏有些呢 是 浮潔一行不夠的 我們看到一個寒字 是的 一扯腳黏筆的時候 它就破風了 這個點的這個圓仔呢 是更加豐富的 這一個圓仔 那因為這個碑呢 小人學習 所以沒有什麼人留意到 可能呢 宋徽宗學完了之後呢 創成了壽金體呢 就已經再沒有人學涉獄的書法 這些是破風來的 隱藝還見到一些不思的 但是這件的寫的寫法呢 真的好像草詩、含詩的寫法 宋字中間那句話的破風很明顯 是顏刻這兩個字呢 這個例子更加多了 那我們呢 如果認真來去數它的話呢 好像荒巾大人教授那樣 一個字裏面有五個呢 一點都不出題的 就是說 原來是這個 是他們那些的本色來的 合視這兩個字都是 都已經見到很多個破風來的 那兩位視之後呢 一路學儲稀糧的呢 我們要數到這個了 魏妻兒的善財子碑 那善財子碑呢 本來呢 有這一行的 河南儲稀糧書的 但是在清代呢 經過考他學家 翁方剛先生的研究的時候呢 他就說這個儲稀糧書 這些字呢 不是原來那個碑有的 是後來那些人移了下去 這個碑呢 根據宋代趙明成 今次學的記載呢 就說是魏妻兒寫的 於是翁方剛呢 還他一個原本 就定他為魏妻兒寫的善財子碑 因為是有歷史根據的 魏妻兒的善財子碑 是這樣的字 我最記得呢 就是中下的前系主任 李玉琳教授呢 很推薦這個碑 那麼他鼓勵學生 如果你想將難言放大來去寫的話呢 你不要就這樣寫難言 你不如用禮七言寫吧 寫禮七言呢 沒有那麼濕碎 沒有那麼繁瑣 沒有那麼… 那這個是他的意見來的 那是他的道理的 或者一會兒我們下去的時候呢 我們會討論到這個問題 我們怎樣來去看處的風格 這裏呢 見到少少的霍峰 這些就是 這些都是 這些其實都是英特殊的筆 但他簡博很多 他沒有那麼複雜 那個塔子這裏呢 就豐富一些了 你看 多了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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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呢 這些呢 是一些動作 靈智筆 這些是處的本色來的 這個 但是他簡連了很多 這裏呢 我又發現了一些了 例如這裏呢 是很微妙的那些筆 有個筆詩來去寫上 那當然呢 大家可能呢 看看下有些疑神疑鬼 越看疑越多 會不會這樣呢 我都很小心 即是說那些呢 是看得一次以為是 看兩次以為是 真的看多幾次都覺得是 才反應 那 譬如呢 這一筆呢 我初期都以為是 石頭的崩硬 原來覺得不是 其實是 鐵筆 落筆的時候 所出現的一個移除線 這些是一個移除線 好 到這樣呢 我就得出一個這樣的結果 就說 還有眼角性交罪 還有罪點 傳染長呢 書寫的直接軌跡 並沒有所謂的修正線 不過這些直接軌跡呢 在漢民潮呢 是忠實的那些 那深入一點來說呢 就說呢 如果呢 和儲少龍用那支毛筆有關 和他的運筆有關 和那個石頭很厲害 和那個黑匕首 黑得很厲害 以致 在漢民之後呢 仍然都可以給我們 重新來摩梭發 問題是 錢人有沒有發現到呢 錢人你猜有沒有人知道呢 有人知道的 有人知道的 很曖昧 唐代人我覺得 最少有一個人知道 就是將眼鏡 無刻度下去統治 那些人呢 他是很清楚知道 有這些特殊 但是後來 系列的筆呢 如果單純就踏 沒經過他筆騎的前面 有可能知道 警察 有些人是一種